他說民主不能當飯吃 他說的沒有錯 民主沒有辦法吃 空氣你也不能吃 那你沒有空氣你能活嗎 就是因為民主的價值 它比麵包還要高 所以如果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 你麵包你吃得下去嗎 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你們賺的這些錢有用嗎 所以今天香港的朋友 你們要求的是真普選 這個其實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不過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這邊我要強調一下 雖然齁 用選票選出來真普選很好 但是因為我們689選出來的總統其實也滿糟糕的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就是選舉的過程 它就是民主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說你們的特首 你們的首長 是今天我告訴你 ABC三個人你們去跳選一個人 那就不叫民主 那套一句我們我們的馬英格總統最愛說的一句話 我們都依法行政 但是法律不合理的時候 這個法是惡法的時候 我們進行公民不服從的行為 公民抗命的動作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 而且我們那時候有一句話 今天不站出來 明天站不出來 我想這句話應該也適用在所有人身上 所以各種類似的情節 今天換了一個地點在香港發聲 但是這個部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 我們對於民主自由這些基本價值的追求 而且你們讓全世界都看到香港人的勇氣跟決心 身為一個醫生 我們當然不希望有任何的傷亡 雖然說抗爭難免會有犧牲 但是我要在這邊 跟各位香港的朋友們 做一些小小的建議 請各位朋友 秉持著和平理性的抗爭 盡量不要做太不理性的行為 你們不要給當局 給政府當局 有武力鎮壓的理由 隨時做好必要的防護 萬一警方真的鎮壓 請各位朋友 不要正面衝突 請各位朋友 以游擊戰的方式 他追你就跑 隨時轉移陣地嘛 不要造成犧牲 這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人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武器 更多的人 能夠留下來 更多的時間 才有辦法造成當權者的壓力 所以任何一個人都很重要 所以不要有無謂的犧牲 謝謝 謝謝 黃河 謝謝 谢谢大家